OK 继续来看非常精彩的比赛 刚才邓家镇打了一套非常精彩的复处战 来看看这场非常关键局面 日本拉基亚只剩下最后两条命了 那么邓家镇手上还有八条命 八条命打两条命 他能输吗 邓家镇手上首发库拉对战 拉基亚的首发詹尼特 又是一场妹子之战 就凹一次而已啊 他跳的时候是对同学人啦 因为看得出来他没跳好 这一打包才好打 两家也是要跟邓家镇玩命了 你看没有 他的真尼特爆发起来了 一眼射了 每次看克隆出来打 确实是心惊肉跳的 这家伙爆发力太强了 好了先来一套 一气之后打到对方 这是四百四的血啊 太疼了 又赢了 我感觉这把拉基亚可能还是要输啊 虽然他是他手上有四颗气资源 但是他这个气势包括他的意识 有点看不太懂 大家现在没有资源没有血啊 今天要跳入成功 这个小跳重腿再次跳入 可惜没有气啊 对方无气还在一点小鞋 哎呀这个波拉基亚直接前小跳提前预判了 哎他怎么不连啊 他怎么不连是什么鬼啊 他为什么不连呢兄弟们 好啦继续来看 现在邓家镇的克隆 对着拉基亚的克隆了 哎呀 赢了 这也行 走 继续来自于库拉 打珍妮特 能剃头吗兄弟们 OK继续来看现在对局来对库拉对战 珍妮特 妹子之间对话啊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呢 珍妮特来对游郎传说 库拉是属于一个原创的全皇原创的角色 珍妮特反而不是啊 我们来看一下珍妮特的进攻 被大阵 防御住了 但是双方的血量折腾了下来 已经是差异不是很大 邓家镇再次这套雀反联 哎呀 真特危险了 只是下130的血啊 可惜啊 这点血量还是没有顶住 邓家镇赢了拉基亚 也就是意味着第二轮 邓家镇要剃头 拉基亚了 是不是朋友们 你就能打个能啊 觉得不能打个不能 小孩有徒弟吗 有 下银儿 哇 一个 两个 带两去 哎呦 我去 能不能拿下他 对方狼克隆最后一个人了 拿下这一灯 那就 意味着 邓家镇在这一轮剃头 拉基亚了 要抱上一 第一轮的 一箭之手 哎呦 卡 堵了 着急了 被对方切反了 对方还有三条气呢 小心 邓家这下盘 后后回避对方的下盘通行 那现在不要乱动啊 小心 再小心 你看你看这个票就等着你跳呢 啊 来吧 来啦 哈哈哈打不死了 但是 机会越来越大了 踢头的机会越来越大了 加油 哎呦 哎呦 玄 对方还有两颗气啊 这里一定要小心带小心登下阵 不要乱跳啊 堵了一个跳 恭喜登下阵 淘汰了日本拉基亚 踢头大了 如果想练自己消防 靠猫 听什么 走